《薩姆伊紀相》第18章 大約在哪個時候,菲利士人召集他們的軍隊再次向以色列開戰。 阿吉王對大衛說:「我希望你和你的手下跟我一起作戰。」 大衛一口答應說:「好啊,現在你可以親眼看看我們的本事。」 阿吉對大衛說:「我要讓你一輩子作我的貼身護衛。」 那時薩姆伊已經死了,全以色列都為他哀悼,以色列人把他撞在他的家鄉拉馬。 當時蘇羅在以色列地境內禁止一切靈媒和交軌的活動。 菲利士人在書念紮營,蘇羅就聚集以色列全軍在基利波紮營。 蘇羅看見菲利士大軍就極為懼怕,方寸大亂。 他求問上主該怎麼辦,但上主既沒有通過夢境,也沒有通過聖遷,或先知回答他。 蘇羅對他的謀事說:「你們找一個女靈媒來,我好問問他該怎麼辦。」 他的謀事說:「在忍多爾,有一個靈媒。」 蘇羅就喬裝打扮,脫下黃袍,換上普通的衣服,由兩個步下陪同,夜裡來到那個女人家裡。 他說:「我必須跟一個已經死去的人談話,你能給我把他的魂招來嗎?」 那女人說:「你想害死我嗎?」 你知道蘇羅已經宣布所有靈媒和交軌的活動都是犯法的,你為什麼要陷害我呢? 但蘇羅以上主的名義起誓,承諾說:「我只著永活的上主起誓,你這樣做,不會有任何惡果。」 那女人才說:「好吧,你要我招誰的魂呢?」 蘇羅就說:「招薩姆爾上來。」 那女人看見了薩姆爾就尖叫說:「你騙我,你就是蘇羅。」 王對他說:「不要怕,你看見了什麼。」 他說:「我看見一位神明從地裡上來。」 蘇羅問:「他長什麼樣子?」 女人回答說:「他是一個裹着長袍的老人。」 蘇羅知道:「那就是薩姆爾。」 就俯伏在他面前。 薩姆爾問蘇羅:「你為什麼打擾我,招我回來?」 蘇羅說:「我心陷困境,非利是人向我開戰,上帝又離開了我,不再通過先知或夢境回答我。 我只好招你來,告訴我該怎麼辦?」 薩姆爾卻說:「既然上主已經離開你,跟你為敵,你為什麼還要問我呢?」 上主已經照著他所說的做了:「他把王國從你那裡奪走,刺給了你的對手大位。」 今天上主已經對你這麼做了,因為他向亞馬力人大發雷霆,你卻拒絕執行他要消滅亞馬力人的命令。 還有,明天上主會把你和以色列軍隊交給非利是人,你和你的兒子都要跟我一起再者類了,上主將會使以色列全軍覆沒。 蘇羅整個人扑倒在地上,薩姆爾的話把他嚇得渾身貪圓,他惡得發婚,因為他已經一天一夜抹吃東西了。 那女人看見他如此驚惶失措,就說:「王啊,我沒有生命危險聽從了你的吩咐,現在請你聽我的話,讓我給你一點吃的,你好恢復體力回去。」 蘇羅卻不肯吃,他的謀事也和那個女人一起極力勸他吃,他終於聽了勸告,從地上爬起來,坐在塔上。 那個女人有一頭養肥了的小牛,他趕緊出去把他宰了,又拿了一些麵粉油成麵團,烤成無教餅,然後把食物拿給蘇羅和他的謀事,他們吃完之後就在夜裡離開了。 。